如果維持現有的態勢 就是三人參選的情況之下 那賴清德的這個支持度是34% 跟侯友宜的23% 跟柯文哲的23% 如果侯友宜當總統 選總統 郭台銘選副總統 那這個結果呢 這個侯友宜跟郭台銘的這個支持度 從剛剛的23% 直接跳到30% 如果郭台銘沒有回到國民黨陣營 而選擇跟柯文哲合作 是所謂的郭柯佩 從23跳到27 那這三種情境下呢 賴清德都沒有改變 這個郭台銘 會成為這一次總統選舉 尤其是這一個藍營 就是非力的陣營的組合裡頭 最關鍵的因素